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确的播种时间 这个播种时间在这里我要重点强调一下 说好多人都知道一笔播种时间 大家也知道 包米是一个喜温作物 只有十度以上走着才能联好的化芽 所以说对于确定播种时间的块来看 我们要掌握的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 第二 耕层五到十厘米 地稳稳定通过十度的时候 是一米可以播种的时间 大家记住第一点是十度 第二点是稳定通过十度 就是联系五天不低于十度 第三点叫地稳绝不是气稳 五到十厘米的地稳 第四点咋说的叫可以播种时间 选择碗熟品种的 地比较多的 种不完的 当然这时间可以进行播种 但是不代表是一米的最佳播种时间 第二点 大家得掌握这样一个原理 在品种能够充分成熟的条件下 适当晚播 有助于产量的提高 这里大家得知道有前提 品种能够充分成熟的条件下 比方说我这地方 种130天都上了 我就种125天的 要种早的情况下 必然造成减产 非常简单的道理 在包米棍江的高峰期 干啥呀 昼夜温差必须得大 白天光合 晚上呼吸 白天光合得多 晚上呼吸消得少 这样才能使子力的饱满度增加 才能粒深 才能关键物质充足 否则如果白天温度也高 晚上温度也高 白天光合能力强 晚上呼吸能力也强 这样变成什么呢 整个果粹粒薄 粒浅 百能降低 因此才会造成延产 所以说一定得意见 品种能够充分成熟的条件下 要适当晚播 有助于产量的提高 这一点大家得注意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确定一个品种不同时间 要使这个品种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要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我们没有细地研究玉米 玉米在整个异性生长发育过程中 有两个生长发育非常关键的时间 一个叫V6的时候 一个叫V12的时候 那也好理解 V6的时候就苞米长到6月的时候 V12的时候就苞米长到12月的时候 是两个玉米 两个玉米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那V6的时候是决定 玉米的行数的多少的关键时间 大家得知道 玉米一个品种的行数多少 是遗传的特性 但是在生长中通过栽培管理测试的实施 完全可以多增加两行 或者少减少两行 所以说你在确定不同时间过程中 要保证包米在V6的时候 就决定了包米的四行数 在包米V6的时间不能感染低温 不能感染干旱 不能感染不良 如果要感染了 那就会取得很多的毛病 或者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在确定的过程中 如果V6的时候 感染不良环境条件了 本来这品种是18行的 16行的 怎么样呢 可能就长成14行 或者长成12行 如果感染环境条件好了 本来是16行的 可能长成18行 长成20行 因此包米V6的时候 决定了初度 好像是多少的一个关键时间 这跟什么呢 跟我们的栽培管理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V12的时候 就我们说的大喇叭口梯 一定得知道 这里是完全页 是决定行列所多少的关键时间 我们要知道 一个好像到底是38列 还是43个列 它不是后期长出来 在这时间已经决定了 所以说同样的时候 在包米长到12月的时候 决定长到12月的时候 也同样不能感染干旱 不能感染地温 不能感染不良 如果感染了 那会什么呢 行列数变少 因此包米半会变短 也是影响产的 那个重要叶素 所以说 在波动时间确定量来看 根据波动时间的 确定多少 确定什么样 确定这两个时间 能不能感染不良环境条件 当然在时间中 能够逐渐摸索 根据当地的实际经验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的变化 来摸索这个波动时间 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 大家还得知道 在现在中 到底东北地区什么线波动 我们东北地区 大家得知道 摧米这样的 相对来说 现在种的品种 5月24号 十余米的安全出苗期 也就非常简单一个事儿 只有5月24号前出苗的 才能确保正常的安全成熟 你要超过5月24号了 那可能对成熟来看 就有一定的风险了 所以我们想办法 保证玉米在5月24号之前被出苗 因此在东北地区 春玉米这样的 我们建议老百姓 4月20号一般开始播种 到5月12号 13号之间 把它播完 一般情况下是没啥太大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确定 一个十余的波动世界 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 在波动世界那边 我们从这个四方面来进行确定 那么第四点呢 干啥呀 就千万百计的要提高波动质量 那波动质量不好 也很难以做到描起和描圈 首先比较关注的事儿 是波动山洞问题 波动山洞的深浅呢 跟两个益处有关 第一个益处有关 跟土壤的伤情随分含量有关 玉米在波动的时候啊 伤情土壤相对含量 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 最有利于种子的蒙发 所以在那时间一定相对要浅一点 多浅呢 三到四公分 三到四公分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水分条件 那相对深一点 就什么呢 四到六公分 因此 鲍米在种植过程中 最浅不能浅三公分 最深不能浅六公分 在三到六公分分内 根据土壤的伤情 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是我们在非中的一个关键 第二个益处有关 当然跟土壤的性质有关 杀硬土壤 即使杀精再好 也相对的深一点 粘土呢 当然可以浅一点 这就是我们确定深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二个益处有关 第二个益处有关 要想面面前 跟镇压有直接关系 也是这么一句话 要伤情好的时候 轻这样 伤情差的时候 纵这样 第一如果湿的时候 伤情好的时候 要轻这样 就是压得要轻一点 伤情差的时候 要纵一点 所以说啊 这个要注意到 我们在时间中有个发现 有一年呢 在五月七号前 纵完地的 苞米出的都非常好 也是出的非常整齐 五月七号后纵的 怎么样啊 做完之后就没下雨 这样就会发现问题 有的这样好的苗就出来了 没这样好的苗就没出来 就造成了牙杆 什么原因呢 跟刚才说的镇压的强度 是有这些关系的 要好的地下毛管接生了 天不下雨 地下水能往上返 满足了种子对生的需求 因此啊 因此啊 人家就正常出苗了 如果没有好的 咋样 天不下雨 地下水能往上来 就造成了出牙之后 叫牙肝 因此啊 影响于出苗 这些啊 跟镇压都有直接关系 第三点 大家还觉得 就要聚于一致 我们常强调要抢 要抢面前呢 得做到塞一致 那非常简单 波总的远近要一致 缅根波总啊 如果开的速度过快 本来你才到25公分 可能就有18公分的 有的30公分 因此啊 不可能做到描起描圈 所以说缅根波总来说 我们在控制速度上来看 我们要求一定的要求 第二点啊 深浅得一致 就每个种子 说3公分都3公分 说4公分都4公分 说5公分都5公分 这样才能重新整齐 第三点刚才强调的 镇压强度得一致 不能一会儿慢 一会儿快 一会儿重 一会儿轻 这样也会影响得给一个苗旗苗全 所以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苗旗跟苗全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其实大家看着 从栽培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操作的一个细节 操作细节 只要做到了 它就实验一个什么呢 高产的田田掌势 大家看 这就是波种深度 它跟什么呢 跟棕培轴有关 棕培轴长度加上两厘米 是最佳的波种深度 这点研究表明什么 这个根系 榨的深险跟波种深险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波种平等之间 这个棕培轴的长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总而言之 就刚才讲到的 三到六公分 这个距离来看 来进行调整 所以说 发展到今天 我们现在都实行单力点波 要想瞄击标权 这六方面得注意到 大家得知道第一点 总值活力的高 我们要求撑苗率 得达到96%以上 才能进行单力点波 如果低于这个树的 像单力点波做到绵绵前 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刚才已经提到了 叫十当碗波 防止出苗不齐不全 因为东北地区相对来说 春天环境条件 有时比较低温 有时倒尊寒 这样影响它的一个出苗 第三点呢 叫精细变茶 精细整地 这点好理解 地要怎么好的 不可能做到绵绵前 第四点 肿肥要隔离 防止化肥 消肿烧苗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第五点呢 什么呢 低压害虫 刚才提到的 要有好的种意气包衣 如果在包衣 还能怕起低压害虫的情况下 那就要随肿肥 或者随肿子 下一些防止低压害虫的一些颗粒剂 现在用最多的 就是毒丝皮的颗粒剂 可以把它跟总肥插在一起 来防止地压害虫的一个发生 那第六点也说得非常明白 不业核地方都能弹力点拨的 低洼冷凉地 东美地区下 今天还有好多水田可汉田的 我们要不进行弹力点拨 要进行多类拨种 做到什么呢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叫苗奇苗犬 因此啊 在拨种这个阿兹 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那第四个技术 就关于种植密度 这个 种植密度 叫合理的密质 我们要讲三方面 第一方面 合理密质叫坚持原则 那么我们对于整个种植过程中 到底该做多远 它是有一定的原则 我们要规避生产中的现象 就是独种一样的密度 这样的情况下 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一个产量 是不是 所以说玉米种多远 或者种多大的距离 种多些猪 跟啥有关呢 跟好多因素有关 第一点 当然就要跟什么呢 跟品种有关 叫早熟的一密 晚熟的一息 收敛的一密 平展的一息 那早熟的大家知道 就是熟期比较早的 需要基本比较少的 为啥呢 这样的品种来说 个体长得比较小 一般情况下 18个页 19个页 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密质 来实现一个高产的要求 那晚熟的来看 个体长得比较大 相当于多想 一般都21个页 有的达到22个页 还有20个页的 这样情况下 我们相对近的稀一点 叫早熟的一密 晚熟的一稀 那咱们已经强调了 叫收敛的一密 就是树树一样的 一定要相对密一点 你平展形一样的 当然不能种密了 种密了会出现很多问题 出现了空盖了 出现了导服了 出现了好多方面的毛病 所以说呀 我们种多元 第一点呢 当然跟品种的特性 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点 跟地理 跟室为水平有关 那说的通俗一点 叫肥地一密 薄地一稀 实为水平高的一密 实为水平低的一稀 那什么叫肥地呢 肥地大家知道 就两个特点 第一点什么呢 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 第二点 里边的养分比较充足的 也比较充足 但林甲基 中量的时候 微量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你还有什么 相对来说 物理性上比较好的 这些地块都相对比较肥地 那么有机质含量高地 决定着你种植的密度 有机质富含胡敏酸 是作物生长的激素 有机质逞黑色 能吸收更多的光能 因此增加积温 有机质还能给土耳冬 微生物提供能量 所以说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如果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地块 那当然你相对增加株数 那么刚才已经强调了 你写是吧 包米正常的卡 靠顺数 能增加密度的 要尽量增加它的一个密度 所以说在这点上 是非水平高 这事也就是 养分动作充足的 相对来说增加动作的密度 那啥叫 是非水平高 那以我们原则来说 就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点 是非数量的足 保证养分的供应 第二点 那些氮林价的比例 相对来说 都比较合理 第三点 叫是非方法得大 在这种条件下 一定要通常什么呢 要增加它的密度 所以说 跟地理跟水 跟水分水平有关 第三点 当然跟水分有关 水分比较充沛地区 或者有水浇条件的 那大家看上 增加密度 干旱地区 没有水浇条件的 相对就得稀一点 说是啊 这一点 跟大家知道 我们预测 也有这些关系 如果我们这一块地 或者整个这个 一个村或一个屯 没有干旱这个迹象 那就得增加密度 如果我们这个 有水浇条件 我们采用了 浅白地关技术 打一定的什么呢 增加它种植密度 第四点 跟种植有关 采用监混套作的 应该增加种植密度 轻种的 应该增加种植密度 监混套作呀 也是中国 非常精作的 一个菜肥技术 所说的监作 就是在同一块地上的 成寒或者成带的 种植两种 或者两种以上作物的形式 在鱼饼这个儿子 最典型的就是 米豆渐作 还有米麦渐作 因为米豆渐作了 你说这种基隆包米 这种基隆大豆情况下 这样情况下什么呢 高杆做的一米 处于优势的条件 一定得增加密度 那么在生产中 大家看到的什么呢 一般有两栏包米 四栏大豆 也就是两栏包米 四栏大豆的 可以增加 30%到40%的密度 如果种四栏玉米 四栏大豆的情况下 那原则只能增加 15%到20%的密度 因此坚稳 套作的来看 种植微的增加 跟二管辣 跟它的比例有关 那么在坚作 这个利尔区的 好的效果 我们也经过 多年的研究 可以发现 埃尔杆座的杭树 要不能少于 高杆座的株高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埃尔杆 扛树过少 高杆座的扛树过多 建筑的效果并不好 非常好理解 如果米豆建筑的方向下 玉米植株高度 是2.5米的方向下 那么我们在种黄豆过程中 应该种2.5米宽 这样效果比较好的 所以说这个密度增加 来看 如果你才有建筑套作了 那就得增加密度 第五点跟上关 跟第四有关 东北地球有好多的山区 山每高100米 温度降一度 高200米降两度 或者是跟高低温度 有直接关系 所以说 你种在山坡上地的 或者种在高厂的 相对来说就得稀一点 种在平地的 相对来说就得密一点 因此在合理密制过程中 我们要确定好家库 我们要确定好株数 株数顺数 株数 和林宗之间的关系 保证他们之间有形的发展 才是一个高产的前提 高产的前提 那么我们也进行多年的研究了 我给东北地区在玉米市场中 制定了三个产量指标 一个叫文产 一个叫高产 一个叫超高产 在东北地区摧米这块来说 要想文产 我的文产概念就一想地 一公顷两万斤的粮 那你不用再种太密 要保苗5.5万种 也就一想地种5万5千个苗 就可以了 我们给了一讲什么 要达到高产 我的高产的概念就是 一想地两万五千斤粮 两万五千斤产量 这时候我们要相对增加密度 我们不是说靠诸数吗 要达到六万五千柱 如果要实现超高产来看 文学大陆要达到七万柱 你说再增加五千柱 因此大家看到一个事 文产是5.5万 高产是6.5万 超高产是七万 不同的产量指标之间 对于密度要求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经过15年的研究 我们从六万开始 一直种到了十一万柱 经过多年时间表明 算是打 没不低打两千斤的 实现超好产的 那么都在七万柱以上 因此这就符合全世界的玉米产量的生产的一个状况 是通过速度增产这么一个要求 大家看这是什么呢 估计的一个配置 在东北地区 所以好多的我们农民种地过程中还能以寸算 所以第一要种八寸九寸或者七寸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一个单位 将来一定得换成什么呢 换成厘米 我要种21厘米 22厘米 23厘米 24厘米 25厘米 这样是一个生产能比较关键的一环 所以说大家得知道 比方说大家看 东北地区啊 农区还不一样 比方说你要是种6.5万柱 每公顷啊 比1万乳米 农要是60公分的 也行级是60公分的 应该种0.78尺 这寸 如果是6万5千柱的 那种0.7尺 所以说呀 它们之间的范围太大 现在我们农区调的 就只能是调8寸 9寸 或者7寸 所以0.78寸是很难调到的 所以说呀 讲来这个事一定要改变 我们要改成厘米 就变成21厘米 22厘米 23厘米 24厘米 这样啊 才能保证一定的株数 这样啊 才能取得一个高产的要求 从而说呀 大家看 别说两株之间差了0.02寸 实际大家 如果我仔细算 你想的呀 要差很多苗 我们经常秋天那场地理测产 会发现问题 凡是产量低的 都是因为株数不够 比方说 从5万5千柱到秋天一测的时候 有的4万柱都达不到 实现不了高产的要求 所以说呀 在跟刚才强调的是一样的 苗得拳 得齐 不能有死苗的 不能有空岸的 不能有炸污屋门的 不能有其他问题的 这样情况呀 才能实现一个高产的要求 所以说呀 在核里秘址这样的 我们要坚持这样的原则 因此在种植过程中 实际上的过程中 拿了一个品种之后了 要结合土壤的状况 结合伤情 土壤的含水量 结合什么呢 结合我们的地势 结合种植形式 综合判断一下子 我们的道理该种多远 这叫啥 这叫一个科学种田 第五方面 你说施肥的问题 合理的施肥 养分供应啊 是玉米高产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我们的研究玉米施肥过程中 第一研究玉米的什么呢 研究玉米的一个吸肥规律 第一个研究吸收量 说到底该需要多少肥 当然那个数据啊 相对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数据 原则上 每产生1000公斤的孕肥子力 需要存蛋 10公斤 存05公斤 存甲 12公斤 因此大家会发现一个事儿 蛋粒甲的比例是2比1比2 你说两份蛋 一份零 两份甲就够了 大家记住这是需要量 那么如果要实现高产了 我的高产刚才说到了 就是每公顷达到 两万五斤以上情况下 这时候什么呢 蛋跟甲会发生变化 同样要产生1000公斤的孕肥子力 需要蛋量 要达到什么呢 15公斤的蛋 0还是5公斤 甲什么的 还是甲就变成了20公斤 因此大家会发现 这是比例变成了3比1比4 蛋由2变成了3 磷没变 甲药变成4了 这就是我们施肥中的第一个原则 在一米高产施肥中 我们在东北地区 一定要实现啥呀 要增蛋 增加 保磷 是一米高产 在为施肥的第一个原则 我们经过实现证明 磷药施多了 不但不增产 会造成褒米的走衰 为啥 大家应该知道 磷重元素啊 在土壤里 湿土壤里之后 马上被土壤固定和细腐 那就非常简单的 是吧 下雨也不走 寡风也不跑 而且磷肥率啊 现在来看是相对比较低的 一般只有20%到30% 所以你施行100%磷肥 只利用了20斤到30斤 其实在70斤八斤 都在地里割了 这样情况下怎么样啊 地里的磷量 年间湿是非常多的 如果湿多了 再湿情况下 干啥会造成一米的走衰 充熟点啥就要翻盖 所以说在湿土壤中 除了眼影率之外 我们一定要增蛋 增加保磷 叫它细数量 大家看这细数时期 不同时间呢 对细数量不一样的 是吧 苗期大家看 把解期 抽涌期 乳乳期 寿粉期 大来包期 这样是比较宽泛的 但是大家觉得后期啊 约有40% 有根吸收 所以说啊 在实际上中 对于代速根本来看 一定要叫代速后移 是以为高产栽培的 适配的第二个原则 也说在蛋费供应过程中 一定要保证后期的供应 前期蛋不能多 蛋多了会造成涂涨 会出现很多方面的问题 第三点大家也好理解是吧 在一米上中啊 不但需要蛋林甲 还需要很多的重量元素 微量元素 大家看这个 做完成一生的生长化过程中啊 需要17种元素 在东北地区 经过我们实践表明 当然气的缺最多的 一个是心 第二是美 第三个是膨 所以说啊 在这里啊 我们在补充微量做过程中 要补充心 补充美 补充膨 是比较关键的 这就我们强调什么呢 因为肥子喷湿的问题 那维尔芬师啊 我们给老百姓指导过程中 一定的指导 要喷缺啥补啥 含新的 含美的 含蓬的 含氨基酸的 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科学的 好的一个液免肥 为啥含氨基酸呢 氨基酸能增加植物的免疫能力 所以说啊 喷上氨基酸的了 大家知道 能增加它的抗寒性 能防止除草剂的疗害 还能出现 防止其他一些问题 所以说啊 一定是含鲜 含铭 含蓬 含氨基酸的 对于这种液免肥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可以供给的 当然呢 内侧 突然里缺啥 进行给它补充 这一点呢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 因缘肥呢 因缘肥这个来看 喷氏的时间上 我们应该也有要求 一定在一米生长 化育关键期喷氏 这一点要理解 什么时间呢 刚才讲到了 生长化育关键期 一个是 宝米六页的时候 一个是十二页的时候 因此如果喷一面原肥 应该在宝米的八解期 也就六页左右的时候 喷第一次 如果能喷两次的情况下 原则上 再报名九到十个月 再喷第二次 这样啊 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大家应该 切记一个事 在生产中 我们既然叫微量元素 不能供给过多 供给过多的情况下 会造什么呢 微量元素中毒物 因此喷完之后 不但不增产 还会造成玉米的一个减产 所以说呀 因为肥的 打的次数来看 也不是打的越多越好 相对来说 一般两次就足以 刚才讲 适配的原则 是吧 大家看 这就刚才提到的 叫全素供应 其实在适配中 还有一个原则 我们应该知道 应该叫有机肥 跟化肥 要结合使用 是一米高产 再为适配的 第四个原则 因此在一米适配中 大家也知道 就坚持这样四个原则 它能取得非常好效果 对于肥料来说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 适配量 在肥料这个阿滴 大家也知道什么呢 有个 叫木桶原理 也说你缺啥 得补啥 如果别的湿地再多 这个缺了情况下 也会使这个水 从水桶中流出 因此 也不会取得非常好效果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要养分平衡 缺啥要补啥 这是非常关键 海底知道 对于肥料的水平来看 要规避的一些 不正常的现象 不是湿地越多越好 养分供给 有个增产区 不够情况下 增湿能增产 有个平产区 也是再多湿情况下 也不会增产了 这样会造成投入的增加 因此影响效益的发挥 第三个问题 再这么多的就是减产区 所以说 有个增产区 有个平产区 有个减产区 因此科学合理施肥用量 也是施肥中 比较关键的一环 那到底该施多少肥呢 大家看这个公式 写得非常明白 所有施肥量 如果计算情况下 都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计算 施肥量 等于作物的需要量 解决土壤供给量 除上一个肥料的利用率 那么土壤需要量 刚才讲到了 就产生那些子力 就得需要那些肥 土壤供给量 一定得通过测图 来决定 到底有多少 那肥料利用率来看 就是你试用肥料之后 有多少被作物吸收了 大家看呢 虽然写的是比较简单的 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特别对于肥料利用来说 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 比方说 受着肥料性的影响 你是空质肥呀 还是缓质肥呀 还是单质肥呀 对不对 第二点 受着气候调节的影响 不同的温度 不同水分 对它影响比较大 第三点 受着食肥发法的影响 湿地深的 湿地浅地 湿地远地 湿地近的 还有什么影响 当然也说是 图样性的影响 不同图样之间 对肥料利用力 它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说起来说 这个事 写的比较容易 但算起来 是比较复杂的 一个过程 所以说 对于米 到底该是多少被情况下 我们举这个例子 都是基林省的 在基林省来看 不同的密度 有不同的室位量 不同的产量 有不同的室位量 这里我们还定了三个指标 一个就是文产 一个就是高产 一个就是超高产 如果想文产情况下 这是我们种 5.5万株每公顷 一般每公顷要 是存弹 220到230公斤 存林65到70公斤 存甲75到80公斤 就足以了 就是说 你上地 吃了450个蛋 140个零 160个甲 就满足了 达2万斤产量 对蛋零甲的一个需求 重了 说不行 我要达2万5千斤 达2万5千斤 大家知道什么 就是一个高产 这是要送6万5千株 以上地增加了1万株的玉米 这样在食物量也要增加 这个时候存弹 要是250到260公斤 存林75到80公斤 存甲什么的 90到100公斤 也说 不同的密度 不同的产量 大家看食物量可以怎么 会发生变化 我们要规避生产中那些问题 就是不管种多大密度 不管多少产量 在整个生产中啊 都是一样的肥 这种做法 是非常错的一个做法 这不行 第三点我要实现高产 超高产 我的超高产就是 一亩地2000斤 一产地3万斤 这时候 我们要种7万株以上 一产地又增加了5000个株 所以说在这时候 那食物量相对还要增加 要保证600个蛋 200个林 240个甲 满足了这些作物 对养分的需求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视图 就能看到一个事 在生产中 不同的密度 有不同的产量 不同的产量 有不同的食物量 密度产量食物量 它们三者之间 在这个范围内 是有什么 是有相关性的 我们不能要强调说 是非越多产量越高 那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但是啊 在一定范围内 它们之间 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这点呢 大家一定要理解 要掌握好 那食肥这个技术来看呢 无非包括两种食肥技术 一种叫分子食肥 一种叫一次性食肥 那分子食肥 就包括几个方面啊 一般包括三方面 第一个叫什么呢 叫底肥 第二个叫总肥 第三个要追肥 底肥代指的 就整地是适用的肥料 一般30%到35%的代肥 80%的零甲肥 全部的吸肥 做底肥 在整地的时候要深湿 多深呢 总肥相隔 要8到10公分 第二个要总肥 也是播种时代的肥料 一般余下百分之的 20例和酱 做口肥 也叫总肥 在播种时的湿入 一定要注意总肥的隔离 在这时候 总肥要隔离5公分以上 防止那跨肥 烧肿烧苗 影响玉米的除苗 第三个叫追肥 余下的百分之 什么呢 七十的带肥 做追肥 再用你的大喇叭口气 湿入 在追肥这个 相对来说 大家得知道 一般原本上 追肥的次数越多越好 在实践操作中 是有一定困难的 我们为了保证带肥后移 在生产实践中 相对来说 要晚追 皮早追 效果也好 就要为带肥 保证后移的供应吗 所以说 在东北地区 如果7月5号能追肥的 你别6月30号追 6月30号能追的 你别6月20号追 就可操作天下 那在追肥这个阿兹 我们也应该注意 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点 在追肥这个阿兹 你肯定得知道 追在包米根根静点处 8到10公分是最佳距离 远近都会影响肥料的吸收 第二点 一定要进行覆盖 但是不要盖得太深 原则上盖4到5公分的土 第三点 追肥前或者追后 一定要有雨水 或者有胶地 否则肥料的效果 发挥并不好 还有一点 刚才已经提到了 干啥呀 就一定的什么 要进行 相对来说 要晚点追 效果比较好 如果有条件地方 大家看着 前期可以追 45% 后期追 20% 这样也能取得非常好效果 但是根据实践实验中 你的操作能力来进行决定 在理论上有这样的要求 第二种实验法 那叫做一次性实验 在老百姓反应中叫一炮轰实验方法 就一次性实验就完全 就可以 那么一次性实验啊 在东北地区啊 用的相当也比较多 现在大约有60%到70%的 才有一次性实验方法 那非常简单 就是省工省力 就一次性试肥就完事了 也不追了 第二点啊 湿地比较深 能提高非常利用率 第三点 对一些干旱地区 这位效果比较差地方 采用一次性试肥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说在第三点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采用一次性试肥 那么在一次性试肥中啊 我们种植过这 要注意的问题是 必须保证什么呢 肥料的缓湿和控湿 非常简单的 就是慢慢地吸收 那么咋能慢慢吸收啊 咋能慢慢地 供给最后生长发育需要呢 我们在设计中 要注意这边五方面的问题 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 一定要深湿 深湿是保证缓控湿的基础 那么刚才强调了 如果是分支支配的时候 总肥相隔八到十公分 那在这里 正是为这样的 总肥相隔要达到十二到十五公分 距地面十五到十八公分 如果要湿浅了 会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 因为前期湿的比较多吗 肥比较多吗 会造成烧子和烧苗 影响玉米的苗期和苗权 因此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 第二点 如果湿浅了 怎么样呢 前期养分供应多 玉米会涂涨 一涂涨之后 造成碎位增高 气势根变少 因此会造成后期的倒浮 第三点 如果要是湿浅了情况下 咋样呢 前期养分供应过多了 后期就没有了 会造成包米的倒摔 所谓湿浅的话 发毛病 第一个缺苗 第二个倒浮 第三点倒摔 这种情况下 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 所以说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生肥是保证 一次性是肥的 管控式的一个基础 第二点 我们在一次性肥过程中 在选择肥料过程中 要选择缓控式肥 其实大家知道 在缓控式肥中 缓控式肥中 包括好多方面的技术 包膜技术 药甲碱技术 消化抑制剂技术 消化抑制酶技术 等等好多 但是只要有一方面的技术 来看就比较可以 我们一定要记住 控式肥 一定是控式带 银甲不需要控式 一般情况下 控制在8%到11%之间 包膜也行 树脂包膜也行 其他包膜也行 只要能起到它的后期供应 就完全可以了 药甲学也是 是通过化学工艺来实现的 反正得保证这些方面的一个要求 第三点 在认识肥中 一定要注意什么 注意银甲的一个比例 这银甲比例来看 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一再强调要增蛋 增甲保磷 所以说一般我们使的都是负荷肥 或者叫负荷肥 一定要 蛋铃甲的 磷是在中间的 那个树要小于后面的树 这样才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点 一顿是为带不带口肥了 这口肥大家知道就叫肿肥 常规地块一般是不用带的 但对于低洼冷凉地 水田感旱冷地 或者村田出苗不容易出苗的 拨种不亚总那个 大家知道必须带口肥 如果不在这块下会出现 苗期出现浆化苗 就苗长长就变紫了 就不长了 就肥肥苗 那这种苗出现呢 是典型的驱灵的症状 那这种驱灵呢 大家也得知道 不是土壤驱灵 而是因为根系面发现好 对泥泥吸收上来造成 所以说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非常简单的 就一个啥呀 地温低 氧气进不去 所以增加地温 增加氧气的进入 是防止肥肥苗 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春天在地湾冷凉地 地温肯定是低的 水一多 气就少 氧气进不去 因此啊 根系就发现不好 对泥泥吸收上来 所以说一旦这样地块来看 我们一定要带一些 我们说的泥肥 现在用的最多的 就是泥酸二氢氨 就用二氨就可以了 如果是没带情况 要出现浆化苗了 那没啥办法 就两种 第一种 增加地的通气性 增加地温 那非常简单的 就要中耕 让氧气进去 让地温上了 第二点 不能中耕的情况下 那就得喷叶面肥 就往上喷磷 一般喷磷酸二氢酱 离叶面肥来看呢 现在的吸收量是比较少的 所以原则上来看 得喷两到三次 一般的每隔七天喷一次 也能防止这种浆化苗的发生 那第五点 在实验中一定得知道 要想实验这个 一阵是非能实验的 不是一核地块都能进一阵是非的 漏水漏肥的地块 一定不能一阵是非 也非常简单 商用土壤的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呀 只要坚持在五点情况下来看 保证一阵是非 也会去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给大家讲了这么五点 进入荣米稿产呢 咱们讲了超产的 包括试衣方面 里边还包括好的内容 比方如果进行化学调控 那么荣米不这样生长 什么也要成的 比方荣米为什么空长 荣米为什么倒幅 荣米描迹为什么变磁 还有什么呢 再上当中包括 抑郁的病存害防治 包括哪些病害 哪些存害 会出现哪些问题 还有我们说的化学调控 抑制剂如果实用 等等 还有好多方面的问题 在这里没有给大家介绍 所以这五个方面 都是我们抑郁在一中 高达在一中 比较关键的一环 通过这五方面的实施 会是玉米达到一个高产要求 我们一再强调 作为的高产 它不是一朝一世的 一定是一个模式化 规范化 标准化的一个栽培机体系 要把这环境中有效的组装 只有组装好了 才能去到高产要求 它不是一朝一世的 但是这一朝一世的 是玉米达到一个设计 也就是玉米达到一个